华业混血单亲妈妈三名子女的改交案 上个月底取得司法胜利后 罗秀凤终于得以和孩子团聚 迎接新生活 包括经营餐车 期盼从此安居乐业 他特意致函 由衷感谢这段时间 亲力相助的政坛领袖和非政府组织 罗秀凤昨晚公开感谢信 特别点名槟城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 和行动党八眼达南区州议员沙迪史 协助他透过司法程序争取权益 同时也感谢马华妇女组全国主席王赛之 和女青年局主任刘一文 身体力行协助家暴受害者 罗秀凤直言 如今依旧生活在恐惧当中 担心前夫会上门骚扰 也在此呼吁各方继续支援家暴受害者 帮助他们重拾生活